小恐龙朋友们 二十五 紫色的莓果 兔兔在走路 兔兔走过了田野 他吃了一些草 兔兔走过了几棵树 他吃了一些树叶 然后兔兔发现了很多莓果 是大大紫色的莓果 兔兔说 那些莓果看起来很甜 兔兔吃了一个莓果 好吃 兔兔说 兔兔吃了更多的莓果 兔兔吃了又吃 突然 他听见了朋友们的声音 兔兔 兔兔 你在哪儿 哎呀 兔兔想 我的朋友们也会想吃的 他们的声音 他们会吃掉所有的莓果 莎莎 多多和乐乐在走路 可能图图往这边走了 乐乐说 多多和莎莎跟着乐乐 他们发现了一片田野 多多吓了一跳 看 图图躺在地上 它呻吟着 它身上都是紫色的斑点 可怜的图图 莎莎说 它病了 小恐龙朋友们 二十六 图图病了 图图呻吟着 哎哟 哎呀 我觉得不舒服 莎莎看着图图 你身上都是紫色的斑点 你怎么了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图图说 你吃了什么吗 乐乐问 嗯 没有 图图说 它捂住了肚子 哎哟 嗯 乐乐看着多多和莎莎 我们该怎么帮图图呢 他问 我得吃花 图图说 花 花能治好我 图图说 我去找花 图图 乐乐说 乐乐跑走了 哎呀 我口渴 图图呻吟着 我去找水 多多说 多多飞走了 图图在发抖 图图说 我好冷 我能帮你 莎莎说 我去找大叶子 它们能给你保暖 莎莎跑走了 图图一个人了 图图睁开眼睛 它看了看周围 它笑了 小恐龙朋友们 二十七 图图在哪儿 乐乐找花 乐乐发现一个山坡 到处都是花 乐乐摘下一束花 这些花能帮图图 乐乐说 多多飞来飞去 多多发现了一个池塘 这水能帮图图 多多说 多多落到池塘旁边 多多想 我怎么才能带着水 我怎么才能带着水给土图呢 多多翻了翻她的包 她找到一个桶 多多笑了 真棒 莎莎莎发现了植物 他们的叶子又大又宽 这些叶子很大 莎莎说 图图能用它们当毯子 莎莎摘下叶子 她回到田野 莎莎看见了乐乐和多多 我找到了叶子 莎莎说 我找到了花 乐乐说 多多拿起水桶 我找到了水 朋友们去找图图 莎莎吓了一跳 图图不见了 小恐龙朋友们 二十八 吃了太多莓果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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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乐听见吃东西的声音 有人在那边 乐乐说 它指向几棵树 朋友们走过那些树 吃东西的声音越来越大 朋友们 朋友们发现了梅果 莎莎笑了 那些梅果看起来很甜 多多皱了皱眉头 那里有更多的梅果就好了 但有人吃了很多 但有人吃了很多 巴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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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四处看看 它看见了图图 图图 多多大喊 你在吃梅果 图图图 图图图 她说 你没生病 乐乐说 你骗了我们 多多说 图图咽了一口口水 对不起 你们也想吃莓果吗 乐乐 莎莎和多多说 四个朋友吃了莓果 图图吃了太多 后来她真的病了 可是没有人相信她 小恐龙朋友们 二十九石塔 我希望这个不会倒了 乐乐说 她在堆石塔 石塔越来越高 莎莎跑了过来 嘿 乐乐 乐乐吓了一跳 她的胳膊碰到了石塔 石塔倒了 乐乐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 乐乐 莎莎说 你想玩游戏吗 不 谢谢 乐乐说 我很忙 她又开始堆石头 莎莎走来走去 我好无聊 我好无聊 她说 莎莎捡起两个豆甲 莎莎摇了摇豆甲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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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笑了 我喜欢这个声音 她又摇豆甲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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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不开心了 太吵了 她想 我不能堆我的石塔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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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转过身去 莎莎 别摇了 她倒了 莎莎 莎莎看着乐乐 她看了看石头 对不起 你都打倒了 她说 乐乐叹了一口气 没关系 她又开始堆石头 莎莎走过了树林 她摇着豆甲 你拿的是什么 多多问 是豆甲 莎莎说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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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的音乐 多多说 我有一个好主意 多多多翻了翻 她的包 她找到了一只长笛 滴滴 莎莎和多多演奏音乐 莎莎 莎莎 滴滴 莎莎 莎莎 滴滴 莎莎莎 莎莎莎说 莎莎莎说 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乐队 多多说 三个朋友演奏着音乐 两只老鼠从洞里伸出头 安静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一不同的声音 老鼠们跳进它们的洞里 它们不喜欢我们的音乐 多多说 莎莎点了点头 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莎莎,兔兔和多多走了一会儿 莎莎摇着豆莢 多多吹着长笛 还有兔兔拍打着尾巴 兔兔拍打了一根大木头 木头发出咚的声音 好棒的声音 莎莎说 莎莎,莎莎,滴滴,咚 蜥蜴们从那根木头里跳了出来 蜥蜴们跑走了 兔兔兔觉得对不起蜥蜴们 对不起 它大喊 可是蜥蜴们已经不见了 莎莎,兔兔和多多又走了一会儿 很快 很快,他们发现了乐乐 乐乐还在推塔 嘿,乐乐 兔兔说 我们在演奏音乐 兔兔跟着节奏摇尾巴 它弄出不同的声音 兔兔拍打了石头,树木和灌木 然后 搜 它打到了乐乐的塔 狂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二 少了点什么 兔兔觉得不好意思 哦,你的塔又倒了 对不起,乐乐 兔兔说 兔兔说 乐乐叹了一口气 啊,没关系 它又开始堆石头 多多多停了下来 我们乐堆少了点什么 它说 什么 莎莎,莎莎问 我也不知道 多多说 可是,我们需要点什么 莎莎,耸了耸肩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很棒 它摇着豆角 就在这时 乐乐轻轻轻地吼了一声 完成了 就是你 多多大喊 乐乐不明白 我们乐乐乐 求你 乐乐 多多说 你能吼叫 乐乐笑了 好 好 哗 乐乐的塔倒了 兔兔笑了 哎呀 每个人都笑了 乐乐也笑了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三 玩捉人游戏 捉到了 快来抓我 莎莎说 朋友们在玩捉人游戏 我来了 乐乐说 她追莎莎 莎莎跑得很快 她被一根树枝绊倒了 你没事吗 多多问 莎莎站了起来 我很好 她说 乐乐抓到了莎莎 你抓我们 你抓我们 乐乐说 莎莎说 莎莎看见了兔兔 她跑向兔兔 兔兔转过身去 兔兔踩到了尖刺 哎呀 托兔大喊 可怜的兔兔 莎莎说 莎莎想帮兔兔 可是那里有很多奸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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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兔大喊 我们帮你 乐乐和多多说 乐乐跑了过去 多多飞了过去 乐乐没看见一堆坚果 它滑倒了 它撞到了地面 突然 多多大喊 它被困在树藤里了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四 打扫 多多拍打着翅膀踢脚 它飞出了树藤 大家从兔兔脚上拔出刺 谢谢 兔兔说 莎莎看了看周围 这里太乱了 莎莎说 我们打扫这里吧 好主意 多多翻了翻她的包 她找到一个胆子 大家都笑了 那个胆子不能帮我们 莎莎说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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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莎莎切断了有次的树枝 然后,多多切断了树藤 乐乐捡起了坚果 她把坚果扔到了灌木后面 这里很干净了 多多说 我渴了 大家都向小溪走过去 很快,她们就回来了 那里又出现一堆坚果 小恐龙朋友们 35 坚果 我打扫了所有的坚果 乐乐说 现在又出现一堆 多多放下了包 我们再打扫吧 她说 朋友们捡起了坚果 她们把坚果扔到了大石头后面 多多多去拿她的包 她吓了一跳 我的包 我的包不见了 你把包放在哪儿了 莎莎问 多多挠了挠头 我记得 我把她放在这儿了 她说 朋友们找多多多 朋友们找多多多的包 图图看了看木头下面 乐乐乐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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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向小西跑过去 包不在那儿 它们回到原地 哦,我的包 多多说 它捡起了包 怎么这么重 多多说 它看了看里面 是坚果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六 松鼠 多多倒空了它的包 坚果掉得到处都是 乐乐很生气 又乱了 多多笑了 对不起 朋友们捡起了坚果 图图扔掉了几个 听 一只松鼠大喊 它在树洞里 它从树洞里向外看 松鼠很生气 我在收集那些坚果 什么 乐乐说 我在堆坚果 松鼠说 我把一些坚果搬了上来 松鼠 松鼠皱了皱眉头 我的坚果堆乱了 所以我把坚果 藏到了那里面 松鼠指了指 多多的包 我们在打扫 莎莎说 对不起 我们现在可以帮你 多多说 朋友们开始捡起坚果 多多把坚果放进 它的包里 多多多向松鼠飞过去 给你 多多说 松鼠笑了 谢谢 现在这里干净了 乐乐大吼 我们玩吧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七 瀑布 莎莎发现了一些莓果和种子 我们可以野餐 她说 我们坐到瀑布旁边吧 乐乐说 多多皱皱了皱眉头 好吧 她说 可是我不想被淋湿 朋友们 向瀑布走过去 水哗哗地流下来 声音特别大 沙沙 沙沙 能给我一点莓果吗 图图问 什么 沙沙说 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能给我一点莓果吗 图图大喊 沙沙给了她莓果 给你 什么 什么 图图大喊 瀑布流得更快 水溅得到处都是 哎 多多说 我又被淋湿了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 乐乐说 朋友们走到远一点的地方 更多的水溅了出来 多多一下子站了起来 又溅出来了 他说 朋友们走到更远的地方 多多笑了 这里好多了 突然 咔嚓 打了一个闪电 开始下大雨了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八山洞 不 多多喊 我被淋湿了 雨淋到了朋友们身上 我们该去哪儿呢 乐乐说 乐乐看了看周围 我看见一个山洞 他说 朋友们向山洞跑过去 沙沙沙说 沙沙说 这里面很单 突然一只大恐龙大吼 这里是我的山洞 对不起 对不起 沙沙说 对不起 沙沙说 朋友们又跑回了外面 使用 朋友们跑向别的山洞 没空的山洞 黎 ROV 没有空的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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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该去哪儿呢 我看见一块大石头 乐乐说 我们躲到那里去吧 朋友们坐在大石头下 哇 多多说 在这里不会被淋湿了 就在这时 风向变了 雨溅到了朋友们身上 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九 又湿又脏 雨下得很大 朋友们都被淋湿了 乐乐看下面的河水 河水流得很快 我看见一棵树 乐乐说 我们躲到树下面去吧 它的叶子很宽 好主意 多多多说 多多说 朋友们走下了山坡 山坡很陡 有很多泥 朋友们从泥土滑下去了 啊 你 吐吐吐吐说 乐乐皱了皱眉头 你进我嘴里了 莎莎擦掉了脸上的泥 多多叹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又湿又脏了 雨下得更大 雨水洗掉了泥 哇 莎莎说 朋友们坐在树下 这里真好 莎莎说 多多笑了 这里很干 救命 嘘 乐乐突然说 救命啊 我听见一个声音 大家都听 一个声音在喊 救命啊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 一个英雄 有人需要帮助 乐乐说 朋友们看了看 一根木头飞快地飘下去 一只小老鼠抓着木头 救命啊 老鼠大喊 我们得帮帮那只老鼠 图图说 可是我跑得不快 多多多感到雨滴落到她脸上 她说 我能跑得很快 乐乐说 她跑着追上老鼠 可是水流得太快了 老鼠飘走了 可怜的老鼠 乐乐说 搜 突然 多多多飞了过去 加油 多多 莎莎说 多多飞到老鼠上面 她救了老鼠 一只大老鼠跑了过来 她拿着一片特别大的叶子 她抱住了小老鼠 大老鼠看着多多 你是一个英雄 她说 一个湿乎乎的英雄 多多说 大老鼠把叶子给了多多 多多笑了 谢谢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一 捉迷藏 我们玩游戏吧 乐乐说 朋友们在树林里 玩什么呢 莎莎问 我想玩捉迷藏 多多说 图兔不开心 不 我捉迷藏玩得不好 哦 图兔 图兔 乐乐说 我们玩吧 然后你会玩得更好 图兔皱了皱眉头 她踢了一块石头 好吧 她说 乐乐数数 一 二 三 多多 莎莎和图兔 跑开了 图兔 看见一根空木头 她想爬进去 可是 她太大了 图兔看见一块大石头 她藏在后面 喂 图兔 莎莎说 我看见你的尾巴了 图兔说 所以我不喜欢玩捉迷藏 我玩得不好 突然 乐乐大喊 我要开始找了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二 花 乐乐来了 图兔说 她看了看周围 我该藏在哪儿呢 图兔跑上山坡 她向下看 她看见了很多花 一阵风吹过来 图兔闻了闻 嗯 哇 闻起来好甜 乐乐在树林里跑着 图兔捉迷藏 玩得不好 她想 我很快就能找到图兔 乐乐看了看周围 可是 她没找到图兔 她也没找到莎莎和多多 多多坐在树上 她看着乐乐 多多咯咯咯地笑 乐乐 乐乐找不到我 她想 莎莎坐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乐乐很近 哦 不 莎莎想 我要去别的地方藏起来 图兔大口地吃花 好吃 她说 我爱吃花 咔 附近的一根树枝断了 图兔停了下来 哦 哎呀 她说 他说 乐乐来了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三 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图兔兔 藏在灌木后面 希望乐乐 不会发现我 她想 图兔听见了脚步声 然后 脚步声停了下来 周围很安静 然后 巴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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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在吃花吗 图图想 她偷看了一眼 傻傻 图图说 莎傻笑了 这些花真好吃 她说 乐乐在哪儿 图图问 莎傻耸了耸肩 乐乐差点就找到我了 她说 所以 我跑到这儿来了 我发现了 这些花 图图大笑 她和莎傻吃了花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 图图说 我们从来没来过 莎傻点了点头 乐乐 乐乐不会来这儿的 这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图图和莎傻边走边吃 突然 图图撞到了一棵树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四 图图赢了 图图和莎傻跑走了 图图和莎傻跑走了 蜜蜂飞着追他们 嗡 嗡 这边 图图 莎傻大喊 莎傻和图图跑上了山坡 蜜蜂跟着我们 图图说 多多看见图图和莎傻在跑 多多看见了蜜蜂 多多想 图图和莎傻有麻烦了 多多飞了下来 莎傻 图图 多多说 跟我来 多多多向池塘飞了过去 图图和莎傻跟着多多 蜜蜂跟着图图和莎傻 跳进池塘里去 跳进池塘里去 多多说 图图和莎傻跳了进去 他们藏到水底下 辱 불�文化 秘蜂宾 蜜蜂们飞走了 乐乐跑了过来 我找到你了 多多 他说 多多叹了一口气 莎傻伸出了他的头 我找到你了 莎傻 乐乐说 沙沙说 狐兔也伸出了头 我赢了 乐乐 他大喊 猪蜜草 真有意思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五 赛跑 我们赛跑吧 乐乐说 我会赢的 沙沙说 不会 乐乐说 我比你快 图图跑过了树林 狂 狂 狂 搜 多多一下子飞过了鸟巢 一只鸟拍打着翅膀 对不起 多多说 小恐龙们在吃东西 它们被乐乐吓了一跳 哎呀 一只小恐龙说 哦 不 乐乐说 对不起 我吓到你们了 沙沙停了下来 我们去别的地方再跑吧 沙沙说 我们吓到小恐龙们了 好主意 乐乐乐说 一只霸王龙 跺了跺脚 树摇晃了起来 小恐龙们 泡开了 那只霸王龙大笑 哼 沙沙说 那只霸王龙真坏 小恐龙朋友们 四十六 坏恐龙 恐龙朋友们很生气 我不喜欢那只霸王龙 涂涂说 它太坏了 沙沙点了点头 我们教训教训它吧 我们能吓跑它 好 乐乐说 可是 我们怎么吓跑它呢 多多翻了翻包 多多拿出了一个铃铛 叮 沙沙摇了摇头 那不吓人 多多 它说 我可以用我的尾巴 兔兔说 兔兔摇了摇它的尾巴 兔兔打到了小树 好 兔兔 多多说 去吓跑那只霸王龙吧 兔兔看了看它的尾巴 如果霸王龙咬我的尾巴 怎么办 乐乐 沙沙说 你是一只霸王龙 你能吓跑那只坏恐龙 乐乐皱了皱眉头 它比我大多了 我不能吓跑它 沙沙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能吓跑它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小恐龙 朋友们 四十七 又聪明 又勇敢 那只大霸王龙 跺着脚 它大吼着 它大吼着 霸王龙说 我又大又吓人 小动物们跑开了 恐龙 虚鲜 一只蜥蜥是绿色的 那只蜥蜥在绿色的灌木附近 霸王龙没看见那只蜥蜴 那只蜥蜴真聪明 莎莎说 是啊 乐乐说 一只松鼠有几只宝宝 它把宝宝们藏了起来 然后那只松鼠把霸王龙引开了 那只松鼠真勇敢 哆哆说 嘿 霸王龙 另一只松鼠大喊 走开 恐龙朋友们看着 三只松鼠扔小石头 小石头打到了霸王龙的脚 松鼠们跑着藏了起来 霸王龙转过身去 松鼠们扔更多的小石头 他们真棒 莎莎说 兔兔点了点头 他们虽然很小 但是很勇敢 突然莎莎想到一个好主意 小恐龙的计划 那只霸王龙很大 莎莎说 不过 不过我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乐乐问 莎莎小声地跟朋友们说 霸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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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龙看了看周围 霸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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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